我们进入主题 这一段很长 温某节的地方 他经常有一个天女是跟着他的 那个天女是善花天女 今天做伯业佛母的父母 伯业佛母地下的全部都是天女 所以我念的刚刚都是天女的名字 全部都是天女的名字 主要的天女 天女也就是空行目 在密教就叫空行目 在一般的险教就叫天女 在这个时候 在维摩节的卧房里面 有一个天女 她是隐身的 没有让人家看见的 一看到很多人 跟维摩节 文字师弟跟维摩节 跟所有的天人 都在那个房间里面 而且两边对话 这个天女 把自己的身体显现出来 那么她在虚空中 以天花 她是善花天女 以天上的花 善在所有菩萨 跟释迦摩尼佛十大地址的身上 所有的大地址的身上 这些花呢 掉到所有菩萨的身上 它就掉下来了 但是只要是释迦摩尼佛的大地址 那个花只要掉在释迦摩尼佛的所有大地址身上 那个花就粘住 不会掉下来 她这一段是这样子念的 十日为摩节 是有一天你 见诸大人 闻手说法 便献其身 既天花 善诸菩萨 大地址上 华至诸菩萨 既皆堕落 至大地址 便卓不堕 一切地址神力气华 不能另去 也就是说 那些天花 善下来 善在菩萨的身上 它就掉到地上 善在 释迦摩尼佛所有大地址身上 都粘在大地址身上 那些大地址 用索气 把它也弄不动 用神通的力量 把这个花 给它掉到地上 也掉不下来 这一段的意思就这样子 这个时候啊 这个善花天 你 他就问舍利佛 因为舍利佛等于是 十大地址的第一 他是 是释迦摩尼佛 一个很大的地址 十大地址当中的 排头的 知会第一 而时 天女 上花天女 就问舍利佛 你为什么 要把这些花 给他拿掉呢 舍利佛回答 在释迦摩尼佛的制度里面 所有的地址 是不能够拿着鲜花的 不可以带鲜花的 佛制里面 佛的遗轨 佛的制度里面 是不可以有鲜花的 不可以带走鲜花的 这个是不如法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拿掉 但是拿不掉啊 这时候 三花天女就讲了 不为此花 为不如法 你不要以为这个花 是不如法的 为什么呢 所以则和 是法无所分别 花是没有分别的 花没有分别心 花掉到哪里 哪里会有分别心呢 花本身没有知觉 上花天女就回答了 是法无所分别 人者自身分别响尔 他告诉舍利佛 是你舍利佛 有分别心 如果你对于佛法 出家 有所分别 为不如法 这个上花天女是很厉害的 他讲哦 在佛法 不管你出家 在家 都是没有分别的 你如果有分别 那就是不如法 佛法本身来讲 是没有分别的 你现在对花都有分别 那就是 你自己是不如法 若无所分别 是者如法 如果是 没有分别 对什么都没有分别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 这是三花天女讲的 有分别 这个佛法就是不如法的 若没有分别 这个佛法就是如法的 你看看 所有的菩萨 这些花 都不灼在他的身上 都不会留在他的身上 因为这些菩萨 都已经断掉 所有一切的分别想故 这样知道吗 因为所有菩萨 花不会漏在他身上 以后他就掉到地上 因为这些菩萨 本身都没有分别想 这又一个比喻 比喻 人为时非人得其变 你如果害怕什么 所有的鬼就会欺负你 你如果不怕鬼 鬼就不会欺负你 因为你怕鬼 鬼才会上身 所以卢世尊 从来不怕鬼 我本人不怕鬼 只是我走过去 他们会逃 会跑 创到床 床就叮一声 创到墙 墙就叮一声 创到哪里 叮到哪里 我走到哪里 冰箱也会叮 因为我本身不怕鬼 是鬼怕我 不是我怕鬼 最近 家里安不动明王 大尊的不动明王 大尊的大力金刚 安上了 大尊的大威德金刚 所以鬼变得少了 我就觉得很寂寞 真的 以前走到洗衣台 那个洗脸盆的底下 水槽 里面都会响 打开衣柜间的门 里面都会叽叽叫 现在都没有了 我觉得 一点声音都没有 觉得非常的寂寞 我有四个鬼的妻子 最漂亮的是倩倩 以前的老朋友 叫珍珍 然后 一个叫福龙 一个就是 大家认识的 瑞光 这四个 都住在冰箱里面 我曾经问他 你们为什么住在 冰箱里面呢 他说 这个温度适合我们 他说 这个温度适合他们 他们有时候啊 也帮我 早上起床 你不用去用牙膏 挤在牙刷上面 因为他帮你准备好了 已经帮我准备好 要刷牙的 水也装满了 就等着我去刷牙 什么都会准备好 有时候会准备一些东西 有鬼区 有好处 是个鬼的妻子 因为美国的法力 只能够一夫一妻制嘛 对不对 取更多的鬼区 都无所谓的 不犯法的 他们是无形 他们也是很聪明的 帮我很多的事情 我坐牵梢法船的 超度的时候 他们四个人都出来指挥 指挥所有的游民众 上法船 他出来做指挥 四个鬼区都很好 师母也不会吃醋 因为他是无形的 无形的没办法 你跟无形打架 那是自讨苦吃 师尊是不怕鬼的 又不怕鬼 鬼就很喜欢师尊 跟鬼很好 有形的 会有麻烦 骑鬼区 一点麻烦都没有 有一次我带他来 这边做父母 我把他装在香袋里面 装在香袋里面 带过来 做父母 然后要回去的时候 又把他装在香袋里面 他不喜欢在香袋里面 他说他要出来 他说得灰上师开车 我说你不可以让得灰上师看到 不然你让得灰上师看到的话 他车主会让你开 你也不可以让师母看到 师母是可以看到你的 你不能让师母看到 他说他不会 他坐在最后坐 师母把他的皮包就放在旁边 然后要拿皮包的东西转过来 就看到了 看到倩倩 说哇很漂亮的 怎么坐在后坐 他就把头伸到桌位底下 等一下又伸头出来 师母转过头又看到 连看三次 他说怎么那么漂亮 没错 倩倩是所有女鬼当中最漂亮的 你怕鬼什么事都没有 你怕鬼 他就给你上身 必如人为食 非人得其便 你一怕他 他也要欺负你 如是弟子为生死故 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怕生死 生死就会找上你 色生相为处 得其便也 色生相为处 会趁机的影响到你 已离位者 一切无意 无能为 你离开了 你什么都不怕 你人生的五种意外 他对你没有作为 节习未尽 华着生儿 你因为还有这种习性 还有这种慰藉的习性 所以这些天花就落在你身上 掉不下来 你如果节习尽了 华不着也 你如果没有这种习性 没有这种分别 这些天花 不会带你身上 舍利佛言 天子此事 其已久如 舍利佛就问了 请问你这位天女 跟着唯谋节大事 在这里已经多久了呢 这个天女回答 她很聪明的 我跟着唯谋节 在这个房间里面 如舍利佛一样的时间 你解脱多久了 我就多久 这个天女是很厉害的 她讲的话 是很有智慧的 舍利佛讲 直迟久也 这个天女就回答 就像你啊 就像舍利佛啊 你解脱了 这么久啊 舍利佛就讲 哇原来你在这里 这么久了 这个天女回答 你解脱也是很久了 这时候舍利佛 他就不再答话了 散发天女又问他 如何其旧大之而莫 你舍利佛是不是有大智慧 大智慧就不讲话了 舍利佛就回答了 解脱的人啊 无所言说 我解脱的人 不想讲太多的话 故物以事不知所云 不愿意讲太多的话 也不知道怎么讲 散发天女讲呢 言说文字 借解脱下 她是很厉害的 散发天女就回答啊 讲话跟文字 都是解脱 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呢 解脱者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文字 也是一样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文字也是一样 讲话也是一样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所以啊 舍利佛啊 离开文字 说解脱也 没有离开文字 能够讲解脱的 为什么呢 一切诸法 所有一切法 都是解脱下 就天女讲的 所有一切法 都是解脱下 舍利佛就开始讲话了 不负以离淫怒职为解脱夫 舍利佛就问他了 那么离开淫怒职才算是解脱啊 要离开淫怒职才算是解脱 舍利佛讲 你说一切法都是解脱下 那淫怒职呢 是解脱吗 上发天理讲 佛为真上慢人 说离淫怒职为解脱 若无真上慢者 佛说淫怒职 信就是解脱 这个必须要解释 这上发天理回答的 佛是真上慢人 如果讲离开淫怒职才是解脱 佛就是真上慢人 是由佛的我慢 很骄傲 我离开淫怒职了 我比一般世俗人高尚 我已经解脱了 我没有贪逞之 我已经离开贪逞之了 我就是解脱人 这个是属于傲慢 听你是这样子讲的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不傲慢 佛说 贪逞之 淫怒之 淫怒之 就是解脱 那这个贪逞之 就是佛法 是从这里来的 淫怒之 也是佛法 什么东西不是佛法 什么东西都是佛法 都可以从那里解脱的 这个跟密教是相合的 如果跟险教 他就不合了 你还没有离开贪逞之 你怎么可以讲你解脱呢 其实贪逞之也是佛法 淫怒之也是佛法 我以前跟大家解释过 我以前跟大家解释过 贪道修 就是在 这个怎么讲 什么意思 讲双生 就是在双生的时候 也是佛法 怎么说呢 因为在双生的时候 你也有观想 也有持咒 也有手印 也有入三昧地 也有两个人一起放光 怎么不是佛法 所以贪也是佛法 淫也是佛法 上大天你讲 佛说 淫怒之性 也就是解脱 舍利佛就讲了 善哉善哉 天你呀 你何所得 以何为证 便然如此 你到底得到什么呢 你这位天女 你到底证得什么呢 你证得什么呢 你得到什么呢 既然这么会强辩 三花天女就回答了 我没有得到什么 也没有证到什么 所以我能够辩论什么 为什么呢 如果我有得到什么 有证到什么 在佛法上 我就很傲慢 身上慢人 这个讲得太深了 很多人听不懂 实尊是看得懂 实尊一看就懂 你们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这一般来讲不是有很多的借力吗 是借淫 也借贪 借生气 借愤怒 也借余之 要离开贪辰之 才是佛法 现在三花天女讲 这个贪辰之本身就是佛法 真的 你看下雨跟换鞭炮一样 是下雨吧 跟换鞭炮一样 你看 连老天都在鼓掌 老天好鼓掌 哇 这是很难讲的 要解释给大家清楚 实在是很难讲 舍利佛在问天宇 你以三圣 为何自求 你对于佛法的三圣法当中 你到底是求什么法 你得到什么法 三花天女回答 如果以生文法 法众生 我就是生文 就是阿罗汉 如果以阿罗汉的法 来度化众生 我就是阿罗汉 以十二因年法 来度众生 我就是毕之佛 以大悲法来度众生 我就是大圣法 只是听你的回答 他是用法 好像以苦及灭道 来度众生 他就是阿罗汉 以十二因年法 从无明开始 一直到老死 这十二因年 十二因年法 是毕之佛所学的 叫做言结 以十二因年而结悟的 就叫做毕之佛 那以大悲法 以慈悲众生的法 来度化众生的 就是大圣 这是天女的回答 天女又讲了 舍利佛 如人入 但伯林为秀 但伯不秀一向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 好像我们跑到鱼市场里面 闻到鱼的味道 鱼的味道是臭的 你闻不到香的味道 全部都是臭的 我们进到鱼市场 那你都是卖鱼的 鱼都是很臭的 有腥味嘛 你闻不到香味的 他说 他比喻啊 你闻不到香味的 如若如此事 你如果进到 维摩姐的这个房间 但闻佛功德之香 你进到维摩姐的这个房间 就闻到佛香 佛的功德香 你嗅到的就是佛的香 不乐闻生闻 避知佛功德香 生闻当然也是香味 但是避知佛也是一种香味 但是呢 佛的功德之香 胜过生闻跟避知佛的香味 你只闻到佛的香味 我们谈到这个淫怒之 淫怒之都是佛法 其实在嫩言经里面有提到 还有几个经典里面也有提到 先以欲勾之 再令入佛道 其实人本身的欲望 你要叫他断掉 是很难 但是以人的欲望 利用人的欲望来修行 那就很简单 所以欲望也就是佛法 以前张成基教授 他是师尊的弟子 在康州当教授 他写了什么是佛法 那个时候我去拜访一个大德 那个大德跟我讲 你去请张成基来 我跟他辩论 什么不是佛法 这个就是讲了唯莫接经 唯莫接经里面所讲的 什么都是佛法 信也是佛法 贪也是佛法 惩也是佛法 知也是佛法 什么不是佛法呢 你说在密教里面 赢你把它变成双生法 他就是佛法 他可以引导你 按照我洗经纲里面所讲的 我在写起洗经纲这本书里面 有提到的 赢是佛法 因为他有索印 有生印 有结印 有没有观想 有观想 已经跟你讲了三个观想 以后的观想我不再讲 有没有呼吸法 有 有呼吸法 有没有体位法 有 明辉九世 跟动贤子的六十二法 全部都是属于体位法 就是体位法 他对于人的身体 有没有益处 你如果依照法来修 就有益处 你依照你的意望来修 就没有益处 有益处跟没有益处的差别 就是在这里 你是在修佛法 而世俗人不是在修佛法 世俗人的盈 他不是佛法 不是佛法 其实也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变成佛法的 但是出家人不可以 出家人要守思家 牟尼佛的借力 在家人可以 但是这个必须要 有两个 你要修到第一个 你根本不露明点 你才有资格修这个法 你明点不露 而且你也懂得什么叫做无我 你不是因为贪这个淫去修的 而是你为了佛法去修的 这个差别就差出来了 你是为了这个佛法去修的 你可以帮助别人 你可以帮助人 这个中脉可以通 五轮可以打开 然后五轮变成五种光出现 所有的经脉 所有的经脉都在这个时候全部打开 那是用呼吸法 用气 用呼吸法 打开中脉 打开五轮 全部都是呼吸法 这是水滩的修法 就是淫啊 怒 你可以利用这个怒 修金刚法 你的内在是慈悲的 外向是愤怒的 你修金刚法 就是要以愤怒 慈悲的心 显在外向 则变成愤怒 去降伏四谋 怒 就是佛法 就是金刚法 知 你贪财 没有错啊 爱钱 是余知 因为钱 越积越多 越积越多 你就高兴 但是你知道 那个钱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也不是你的 无所得 但是你为了这个钱 你就修法 修什么法 修财神法 你修财神法 是为了钱修 但是慢慢的引导你 那个也是佛法 所以我们讲 淫怒之 淫 就是双生佛法 怒 就是金刚法 五大金刚法 知 就是财神法 另外你想要有很大的势力 很多的名望 你可以修敬爱法 很多人都会相信你 很多人都会敬仰你 你得到大敬爱 你闲击于人 你就会得胜 这个佛法里面 其实贪嗔之 也是佛法 淫怒之 也是佛法 这道理就在这里 一个是佛法 一个是世俗 分别呢 是你在修佛法 跟你在做世俗 这样子的差别而已 其实都是佛法 这个很难讲 很难讲 不然你就修险教 一个断 断掉参生枝 像舍利佛 佛的十大弟子 都是断 断掉参生枝 你才能够解脱 上花天你讲 不用断参生枝 参生枝也是佛法 我只能够跟大家解释这样子 跟大家解释 就是为什么 上花天你会讲 贪嗔之 淫怒之 都是佛法 因为以清净的心 来行一些世俗的事 事实的事 也是佛法 本来就是很世俗 那世俗是我们世间人的个性 你利用世俗的法 把它变成佛法 它就是佛法 你行世俗的事 你没有把它变成佛法 还是世俗 就是这样子 我只能够跟大家这样子解释了 因为很难解释 很难去跟大家讲清楚 因为我个人了解 我并不是为了谈那个欲望 我是为了帮助你 让你的中脉可以通 你的气脉都可以通 等你气脉通了 教你怎么观想你的中脉 教你怎么观想 你的明点要如何下降 灼火要如何上升 在什么时候你要用什么呼吸 让你的灼火升起来 在什么时候让你的明点能够下降 让你的水火能够交融 能够打开你身上的眉心轮 喉轮 心轮 济轮 密轮 如何去打开 这个都是佛法 等到你五轮打开来 出现五种颜色 五种颜色融合在一起 就是宏观 这个是密教本身的法 他把贪 淫都变成佛法 把愤怒 就变成金刚法 把爱财 爱云 爱色 就变成财神法 敬爱法 另外呢 还有养生 就是让你比较不会老 就是这些方法 只能跟大家这样子讲 我也不能跟大家讲清楚 因为贪道修 它有很多的秘诀 那我在这里公开讲的话 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那天下就大乱 就会乱掉 是这样子 我讲到这里 我马上给你 我行吧 出去 好 这个 都帮你 都帮我 我来